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人家轮资讯 三部百看不厌的电视剧 人家轮 陈哲远各有一部 拯救巨荒的你 乙 藏海花 很多人物相处的有趣细节都保留了 胖子还是那个会一边调侃无邪天真二次方 一边出山帮他的胖子 无邪还是那个很好骗也很聪明的无邪 张海兴还会因为受了无邪的好处就少揍他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性 还可以 感谢陈明浩老师再次出演胖子 实在是太亲切了 有他在胖鞋出不了问题 插科打混还能把正事给办了 这很胖子 剧情尊重援助尊重人设 作为老粉觉得入戏至少没问题 看得还挺开心的 二 暗夜与黎明 观感可以的 前几集剧情很紧凑 而且编剧很会塑造人物 就连反派都是有血有肉立体的 我说真的没必要对年轻演员偏见太大 至少我看的部分我觉得完全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跟着央八看了第一集 很好看 节奏紧凑 剧情也挺吸引的 林少白骨灵精怪 鬼竹一堆 冷静睿智 喜欢这样的主角 老戏骨也很多 全是熟面孔 散 流水条条 真的很久没碰到这么喜欢的女主人设了 洒脱 聪慧 自义 善良 这样美好的女主 腹黑的男二男主喜欢他太正常了 看完第七八集 就能知道为什么女主后面喜欢的是男主 不是男二了 女主想要的是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 强者不肆意欺辱弱者 男主的人辱负重 也是为了还阅落百姓一片安宁 男二想的是既然战争不可避免 弱肉强食 那自己永远要当那个强者 以杀指战 可能如果没有男二母亲的存在 他和女主最后是能走到一起的 可惜没有如果 善良的女主 也一定会从联系腾熙男主开始逐渐喜欢上他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这几部百看不厌的电视剧 剧情精彩 并且阵容强大 看点十足 每一部都是神仙阵容 大家看过几部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和大家一起分享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人家伦的新闻资讯